7月21日下午,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唯独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警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破坏设施,无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自据。对此,香港各界予以强烈谴责。 7月2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一众司局长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行政长官办公室会见传媒。林郑月娥称,部分激进示威者恶意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且无损国徽,是公然挑战国家主权,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依法追究。她呼吁社会各界和每位市民一起维护法治,向暴力说不。 特区政府必须在这里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的示威者,是恶意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而且污选国徽,公然挑战国家的主权,触碰一国两制这个底线,而且是伤害民族的感情,令全城憤慨。 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依法追究。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暴力只会助长更多的暴力,最终受害的是香港社会和全体的市民。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和每一位市民一起维护法治,向暴力说不。 22日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在办公楼门口会见传媒,强调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所为十分恶劣,性质严重。 中联办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这种不法暴徒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严厉谴责。 中联办将一如既往坚定履行各项职责,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 我们会一如既往坚定地履行中央政府赋予中联办的各项指责。 依然坚定地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有效的施政,依然坚定地支持特区警方和执法机构,依法有效地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安宁,层治,不法暴徒。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已于22日早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示威者的暴行,称这种行为令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愤怒。 董建华表示,国会是国家的象征,故意以图华或玷污等方式侮辱国会,是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严重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愉悦了表达意见的底线。 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必须依法追究到底。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则在社交网站上连发四篇贴文强烈谴责事件。 他称,这些败类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的唾弃。 并发出呼吁,国会蒙屋,我请大家在线上线下全力声讨。 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香港人并不姑息这些赎典忘祖,丧心病狂的暴徒。 当天,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警方严正执法,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香港的安宁。 香港立法会多名建制派议员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冲击中联办的行为。 声明指出,这些行为背离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破坏香港市会秩序,损害市民利益。 多名建制派议员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香港工会联合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香港海南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安徽联谊总会,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北京海外联谊会等于10个团体组织的成员及市民。 通过游行、集会等方式,手持横幅、标语、高喊口号,分别前往香港警察总部、政府总部、特首办等地,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冲击中联办大楼的暴力行为,要求警方严正执法,维护国家尊严和香港安宁。